嗨,大家好,我是豆点 千门八将108局,72个地局 今天给大家揭秘一个特别黑心的赚钱做局手段 这个局有多厉害呢? 这么跟你说,只要你足够黑心 就可以轻松做到年入百万甚至千万 这个局在我们身边是无处不在的 并且很有可能你也入过这个局 或者说目前的你我就身在这个局当中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 每天都有无数奸商在用的地局 叫做孤明镰刀局 一说到镰刀,大家是不是想到了 小时候我们收麦子用的那种镰刀 它是由一片弯曲的刀片,刀刃在内 和一个手柄组成的 用的时候,一只手拿着手柄,刀片放平 一手抓住农作物,镰刀向内用力 这个东西很锋利,割东西很快 是咱们传统的农具 但是这个镰刀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 有了一个新的寓意 它跟韭菜联系在一起,暗指收割财富 我们总想着挥舞镰刀 但是多数的时候终究却是做了韭菜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手机互联网的普及 可以说我们每天足不出户全世界的信息 尽收眼底 大家想一想,当你抱着手机刷短视频 看到网上开店指导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不错,自己可以试试 当你出现学历焦虑,技能焦虑 打算进修的时候,就会有培训机构 向你疯狂的打电话推销 而当有一天你厌倦了打工 准备自己做一番事业 想考察餐饮,洗车等加盟项目的时候 在互联网上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 那么当你正值青春年华 想签约做个网红主播 或者当你羡慕别人也想搞短视频带货的时候 你就想着找个老师学习一下 当你手头紧,有人告诉你 有一种无抵押,无担保的贷款 或者说一种不需要你偿还的贷款 你一听觉得这个是真好 也就是说,每天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着我们的大脑 咱们需要的几乎任何需求都能通过互联网找到 这个时候你想一个问题 你说韭菜们长什么样子 不妨照照镜子 此时的你我可能都是 咱们随时都有可能调入别人 事先为咱们量身定做的孤名镰刀局 咱们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这几年因为各种的原因导致实际的经济环境和就业环境都不太好 所以大量的人都进入了直播行业 或者说是短视频带货这个行业 有需求的时候就会有商机 这个商机就是 赚想通过直播短视频赚钱的人的钱 可能有人会说了 那最起码他自己也得先做起来 就是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大家才愿意相信他 才愿意付费跟他学 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太天真了 短视频平台有很多素人 他们旗号很快 有的人用不管什么样的手段方法 半个月就能做到20万粉丝 然后就有些教人做短视频的割韭菜的人就找上他们了 只要你发一条视频 你说是我们的学员 或者说我们写成功案例的时候把你写进去 你就是我们的腐化成功案例 如果你同意的话 咱们可以签合同 公司一次性支付你5万块钱 你一看自己没有什么损失 白来5万 当然答应了 如果不答应的话 咱就继续加钱 加到你满意为止 没有谈不成的买卖 只有谈不拢的价格 其实这种公司 他本身一个成功案例都没有 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来收割那些想做短视频的人 所以说 如果大家真的想学短视频 一定要多一个心眼 小心中了他们的孤明镰刀局 那么此局啊 孤明镰刀局 孤明 只故意做做 或者用某种手段的谋取名誉 镰刀呢 前面说过了 就是锋利的刀 带指收割的意思 连在一起就是 用名誉或者名声的收割 也就是说 通过一些手段 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很厉害的人 也就是你刚好需要的老师 然后再来教你 教你如何做短视频 如何直播变成网红 至于说你能不能做好 那就不关他们的事了 因为呀 他们关心的是 如何的磨好镰刀 如何的收割韭菜 当然啊 咱们也不能以偏概全 也有很多呢 教做短视频的老师 是很棒的 也有很多的网红公司呢 确实是通过自己的策划团队 腐化出了很多很有名的网红 所以最关键的是 你要学会识别 就是这些东西啊 你可以不用 但是你不能不懂 因为你看不懂 就是要吃亏的 所以说真正的签门 它根本不是骗 而是一种高深的智慧 高深的计谋 就看拿在谁手里了 好比说一把刀 拿在医生的手里 救死扶伤 拿在歹徒的手里 杀人越祸 所以千万不要说 我讲的签门的东西 能把人教坏 我能把你教坏啊 说明你本身 就不是什么好人 天下的学问啊 都有共通之处 有些江湖伎俩 虽然呢 说是旁门左道 但是包罗万象 细致如微 所以有些东西 你看不懂 就是要吃亏的 懂了呢 就能为我所用 现在呢 大家也都知道 大的环境不是很好 所以普通人 想要赚钱 是越来越难了 为什么会这么难呢 因为游戏的规则 它本身就是不允许 人人都成为富人的 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巨大的韭菜盘 能不能割到韭菜 咱先不说 不被割韭菜 已经很不容易了 最容易收割 普通人的几种韭菜局啊 你看看自己 有没有遇到过 第一种 资本局 利用人们都想呢 来钱快的心理 用一纸 虚无的合约 换走了你手里的 真金白银 接着利用信息 和规则的优势 慢慢把你的本金 全部吃光磨尽 第二种 加盟局 真正的好生意 十之八九 是不会搞加盟的 加盟啊 现在就是代资打工 钱你出 活你干 这种好事 你敢想吗 第三种 就是外包局 接包的呢 都是为了利润 发包的 都是为了甩掉风险 上到工程外包 下到服务外包 让你赚多少 怎么个赚法 都是提前设计的 在一个被算死的局里 你能赚到 已经是万幸了 至于能赚多少 你自己啊 都决定不了 第四种呢 热点局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真正的好消息 是不会被允许 大肆扩散的 能吵起来的 都是刻意吵起来的 门口藏着的呀 多半是镰刀 网络上不是流行 这样一句话 说是不管你处在 什么阶层 总有一款镰刀 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屌丝死于网贷 中产死于理财 富人死于信托 网上还有什么 中产破产三大件 老婆不上班 贷款买房 孩子上国际学校 这些呀 都是局中局 套中套 所以一不小心 就落入了别人 为你设计的局中 人生有的时候 就像在下棋 实局者升 破局者存 而能掌局 做局者赢 我们耳熟能详的 政界商界大亨 都是布局的高手 赚大钱的秘密 就是看你会不会布局 这个世界 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局 你要么是布局者 要么就是入局者 你在哪个层次 决定了你赚什么样的钱 千门八将 一百零八局 学会灵活地运用这些局 都能赚到钱 这就是小局取财 中局取人 大局取国 如果大家也对 千门做局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在 每周一周五 早上的九点更新 下一期的视频 咱们聊聊 千门七十二地局中 一个渣男 骗财骗色 专用的做局手段 叫做 市康机密局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